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疫情當下,準備谷內房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先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85點 收報27815點 今天港股成交不超過千億 有957億 全日波幅和昨日都差不多 昨日說到恆指大概28000 差不多了 如果再上升,可能估計升到281 為何會升多一點? 都是為了殺紅症 因為27900至28000 這些水平有些紅症 27900、27950這些最多 所以今天都殺了這一批 28000會不會碰一碰? 都有這個可能的 不過覺得都是殺紅症之後 可能都是差不多了 估計恆指暫時可能會在27000至28000之間爭持 上不了去,其實有幾個原因 昨天因為疫症人數多了 確診人數突然多了一萬多人 因為改變了計法 以前一定要用核酸檢查 是陽性的才能進入確診人數 現在臨床診斷 如果醫生覺得是 都會進入確診人數 所以突然多了很多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其實就是爺爺放了很多水之後 就不再放那麼多了 所以中港股市去到那麼多 就定了在這個位置 他沒有收回很多水 不過他就不再放了 放了很多出來 其實今天是連續第三日 沒有逆回購操作的 所以就定住在這裡 想想落落 不是很大的變化 你看到圖都看得到 昨天彈上去接近兩萬八 去到兩萬七千九百多 今天最高見過兩萬七千九百六十二 比昨天多一點 昨天是兩萬七千九百五十三 多了大概九點左右 即是高一高上去 但都是那些位置 受制兩萬八 下面就兩萬七 那些平均線 暫時都還挺理想的 因為他連續三日站在二萬五十天線之上 不過這樣不盡則退 如果阿爺不再放很多水的話 那市也都在低位 彈了接近兩千點 接近未夠兩千點 那是時候也都可能會有些整固 大家知道了 疫症當下 其實經濟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很多大行分別調低 那個首桂經濟預測 那之所以市不跌 是全靠放水之始 最新又有大行調低的中國經濟預測 不過這間都不算悲觀 這個就是匯豐 將中國今年首桂經濟增長預測 由5.8%下調到4.1% 因為新冠肺炎 或者叫武漢肺炎 這個疫情造成了影響 這個疫情造成了影響 全年經濟預測 它覺得由5.8%下調到5.3% 全年這個5.3%就比較低 不過首桂來講4.1% 匯豐也算是厚度的 有些肯定是3.6% 3.8% 3.5% 所以如果有4.1% 就算是不錯 好 無論如何 總之第一季經濟都是差的 不跌 就是因為放水頂著 頂著 都要再做很多的措施出來 撐個經濟才是老的 今天講到的題目 就是準備谷內房 今天人民銀行 消息而已 未經證實 還未是證實 不過市場已經傳出這件事 就是人民銀行計劃調整MPA MPA是什麼呢 就是雲觀審慎評估體系 這個MPA之中的房地產信貸相關的考核指標 僅僅是考核房地產港義信貸 而不再細化考核按揭和開發貸款等具體比例 這個就是有利內房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不再細化按揭的 究竟他借了出去給那些錢 是究竟按揭 還是給那些內房用來開發的呢 算了 不管了 一條數 那就是手鬆一點 即是 凡是仔細 即是認真一點 計算的時候當然要守緊一點 那現在就模糊一點的時候 手鬆一點 大家混合一下就算了 這個手軌道 不要管了 現在大家總之借些錢出去 給那些內房那裏 或者借錢買樓 那樣 好了 那對內房有利 另一方面 毛石、西安、南昌、上海、浙江等 很多省市 相繼推出了各類涉防支持的政策 即是關於房地產的支持政策 從暫緩土地出讓金 暫緩貸款償付等多個角度 給予這個房地產極大的關懷和支持 當然了 大家知道這段期間 大家都沒有得去買樓 那如果那些樓又賣不出發展商 也沒有得去投地 是吧 那地方政府都有困難的 那些資金是吧 資金亂斷裂的話 地方政府都斷裂了 那所以現在很多政策出台 就支持房地產 那希望房地產 就是不要倒下來了 不要受到太大的影響 那準備是可能都高一谷的 因為GDP跌得這麼深的時候 特別是首季度 那有什麼可以支持到GDP呢 買一百雙波鞋 都不夠買一層樓 是吧 要賣多少雙波鞋才能賣一層樓的價錢 那所以要谷GDP 當然是內房那裏 內房的樓價固然 不要讓它跌著 希望托著 就是不要跌得那麼多 另外那個量 另外就是那些開發的那些 因為固定資產投資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三頭馬車現在 消費內需那裏 一定是受到影響放緩的 其實昨天阿里巴巴 公佈業績之後 去年12月止的三個月 業績很好 但是之所以今天都是不升 要跌少少 因為其實港度是一季度的情況 是比較嚴重 他現在都猜不到 就是他現在都猜不到 情況有多差 總之差 情況下 要谷的經濟 當然是內房那裏要出手 消費那裏不好 希望固定資產投資 不要太差 所以剛才說到那些貸款那裏 不要計算它究竟是開發 還是貸款 總之借錢出去 給一些內房去支撐住 谷外房底下 內房股今天就趴著 有些異動 哪一隻升得多呢 其實普遍有很多隻都升3%以上 逐漸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是說這3%以上 這一堆股一定是最好的 不過這一堆股今天市場 關懷這一堆股多些 大家也可以留心這一堆股多些 合景泰富今天就升3.36% 收11.7% 你看到它都去回接近 之前那些高位 之前的高位12.1% 今天都收11.7% 差4毫子 差很少 差不多去回之前高位 在內房股來說 這隻就比較厲害了 六成中國今天都升3.3% 上10元樓上 這個距離還有一些距離 如果你說落後一點 這些都是可以值得想的 今天市場都重新關注它 新城發展升3.6% 升幅不錯 比剛才那兩隻 去到之前高位和低位的一半水平 升的都是比較多的 雅居樂集團 今天又是升3.6% 在日中的時候 即是在日間trading的時候 其實升幅是最多的那隻 不過最後收市 跟新城發展一樣 都是3.6% 大概都是一半左右 就是反彈了一半 比一半多一點 奧元 今天都3.5% 又是反彈一半左右 富力資產 都是低的 但是都是3.6%的幅度 市場覺得這隻可能都有潛力 我自己覺得 合景泰富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是接近之前的高位 即市場對它比較喜愛 其餘有些3.6% 都是值得可以留意一下的 整體來看 其實現在大市 我覺得反彈了這麼多 可能都要牛皮或者整顧一下 現在個別的板塊資金流下去 今天就輪到借市場 可能眷顧這些內房股 因為有些消息出來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這個板塊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